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天宫里 哲燕和白真早就成了常客 他们一来先一都没了事做 可偏偏哲燕的一束四海八荒公刃 他们敢怒不敢言 快让开 恭迎两位上神 白真看了一眼 房间外面聚满了人 看来这次真是比前一次还严重了 另一处 叶华在陪天君喝茶 天君心不在焉的 叶华 你告诉我实话 连宋现在怎么样了 回天君 三叔此刻不太好 天君放下了茶杯 着急的看着叶华 不太好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派人去青秋请哲燕上神了 三叔现在满身世上又不肯治疗 他总是要这样 这样挑战我的耐心 天君 其实我可以理解三叔 他做的再多 说轻了也不过是为了和承律在一起 如果可以的话 请您成全他们吧 天君没有说话 叶华也没有多说 陪着他继续喝茶 这两年 哲燕一直是青秋天宫两头跑 一会儿治疗连宋 一会儿救帝君 这几年在天宫 出尽了风头 三殿下 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严重 白正为了方便哲燕给连宋治疗 便把承律给带了出去 哲燕上神 你不用管我 我的伤是治不好的 奈何桥的伤 确实难治 不过 你该知道 那不是无药可疑的 真要一 又与服毒自尽有什么区别 这一次 我只想为了承御而活着 三殿下 你的深情令哲言赞配 我确实治不了你 但是我这儿有一瓶药 可以让你不再加剧伤口 只是 凝重你要尽量先离承御远一些 否则 我也无能为力了 多谢你了 院子里 承御茫然地看着白真 他现在只觉得白真生的好看 其他一代不知了 承御 你还记得我吗 我不认识你 没关系 我还记得你 你记住 我的名字叫白真 我是从青秋来的 白真 你的名字真好听 和你的样子一样好 承御 你在这儿过得好吗 和三殿下在一起开心吗 你是说连颂吗 我总觉得好像曾经认识他似的 他对我很好 我也很喜欢和他一起玩 可是我不认识他 承御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神仙之外 还有一些暂未修成先生的人 他们必须经历生老病死之苦 而且每一世轮回就会忘了前程往事 对于他们来说 生前的记忆也很宝贵 而我们神仙也同样相信轮回 凡有人是相恋情深的人 他们会约定来生再续前缘 可这也只是一种无力的承诺 因为没有人可以不喝孟婆汤 但是我想告诉你 无论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个人 那都没有关系 只要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能感觉到快乐 那就够了 即便没有了曾经的记忆 也会有新的记忆来替代 嗯 听你这样说我也觉得有道理 就像我们 现在我认识了你 那明天我再想起今天的时候 你就是我的回忆 对吗 对 是这个意思 你明白就好了 哲言宋王要没有着急打断白针 静静的听着他和承玉的对话 珍珍 我们该回去了 你要走了吗 我还会再来的 等我下一次来的时候 带你去我们青秋晚 那儿很漂亮 有山有水有人家 好 那我等你 白针跟着哲言走了 承玉依依不舍的挥手送别 珍珍 你刚才那一番记忆论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想不到你也会有这么深情的时候 那当然了 承玉是我的好朋友 我希望他可以过得好 嗯 此话不假 对了 你刚才看了连颂了 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 除非叶华所说的 让他喝下孟婆汤 那怎么可能 还有一个方法 可惜 可惜什么 什么方法 你快说啊 或者 能让孟婆再续成员 如此一来 孟婆汤里没了无情无欲做汤料 取而代之了情感 便不会再有抹去记忆的力量了 那不是跟梅说一样了 他现在恨了月老了 不可能和他再和好了吧 近几日 人间一直成员亚娟 本来要成婚的男女突然分道扬镳 也有互相看不顺眼的人突然感情升温 大家都无法理解 去月老辞求一连的人也是不得上果 人间唏嘘不断 这日 被凤九救活了的杨琴儿 也在人间闲走 恰巧碰见了在人间有事的白针 人群里 因为杨琴儿长相甚美而被几个流氓围着 姑娘 这么急匆匆的准备到哪儿去 是啊 这外面天也快黑了 你还是乖乖跟我们走吧 哥哥家里可是又大又温暖 你一定还没吃饭吧 我们带你回去吃饭 你们是什么人 我不认识你们俩 现在不认识 一会儿不就认识了吗 走吧小美人 那人抓住了杨琴儿的衣袖 杨琴儿慌张的想要跑 可是却又手无腹肌之力 救命啊 白针听见有人呼就走了过去 一眼看出杨琴儿不认识眼前这两个人 且有此理 光天换日之下 你们竟敢抢抢女子 哟 英雄就美啊 小哥 你这小身板 还是回家先练练吧 那人不屑的伸手去拍白针的肩膀 不料白针一回手 就扭断了他一条胳膊 啊 你 你竟敢 如何 我还需要回家再练吗 白针走上前挡住了杨琴儿 杨琴儿瞬间安心了 公子 谢谢你 不客气 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没有 幸好你来得及时 谢谢你 举手之劳 你家在哪儿 我送你回去 天黑了不安全 说到这儿 杨琴儿真是有些伤心了 他醒来这么久 一个人也不认识 又没有银子 自己也不知道可以去哪儿 怎么了 你不想回家吗 不是我没有家 没有家 怎么会没有家 我醒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 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家人 我已经一个人漂泊流浪很久了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先去我家赞助 我家很大 房间也足够 真的吗 你愿意带我回去 谢谢你公子 杨琴儿本就想要跟白针一起走 现在白针自己同意带他 他自然求之不得 白针犹豫了一下 把杨琴儿带去了自己的私人宅子 没有去青秋 这儿就是我家了 房间很多随你挑 想吃什么就和他们说 谢谢你公子 我该怎么称呼你 我叫白针 你的名字真好听 可是 我没有名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叫杨琴儿 我也有个朋友和你一样忘记了过去的事 不过我安慰他没关系 其实记不记得都无所谓 总会有新的记忆来代替的 现在认识了你我很开心 既然你潜意识里有杨琴儿这个名字 不如我就这样先称呼你吧 这个名字很好听很适合你 真的吗 一来二去 杨琴儿对白针也熟悉了 得知了她是青秋的四公子 对她更是尊重 当年杨琴儿被迫自杀的时候 白针并不知情 所以也没能认出她是杨逍遥的妹妹 杨逍遥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也没了当初的潇洒不羁 逍遥你别再难过了 振作起来好不好 连你都来安慰我 逍遥你记得吗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一直都是你陪着我 所以我也希望你可以快乐 我知道妹妹的死让你很难过 可是她是因为爱你才选择了宁死不屈 你不要让她的牺牲白费 好吗 逍遥师父没有了 爹没有了 所有爱我我爱的人全都没有了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求你好好的好不好 对不起那个时候没能救下你爹 不怪你 我不怪你 我知道你尽力了 妍妍紧紧抱着杨逍遥 想要给她一点温暖 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三个人 已经失去了两个 现在只剩下杨逍遥了 杨逍遥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块玉佩递给妍妍 这块玉佩和从前奉酒捡去的原为一对 是我身边最珍贵的东西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他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